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香港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香港前特首曾英权 他本来是被香港的法庭经过两次审判以后 都认为他犯有公务员行为失当罪 判处了他一年的徒刑 这个徒刑已经服刑期满了 已经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放出来了 但是他在服刑期间一直没有放去上诉 昨天香港的最高法庭上诉庭 最后就判定他无罪 大家不要以为我对香港的政治八卦有任何兴趣 我对中南海的政治八卦都没什么兴趣 现在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哪里会天天去琢磨他们那些屈从 到底谁上谁下 谁跟谁结了梁子 谁跟谁结成同盟 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如果中共体系内部他的这个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大家值得关注 现在这个曾英权案呢就透露出来中共权力体系内部重大变化的这么一个玄机 所以说呢值得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曾英权呢 布正师的师傅后来在2005年的董建华被迫辞职的时候啊 他又顺利的啊接任了董建华成为香港的特首 到2007年的时候又继续干了一届特首 但是到了2012年当他这个从特首任伤退下来的时候啊 他的命运发生了一个是逆转 廉政公署开始调查他是不是有贪污受贿的劣迹 那最后一共查了五年到2017年的时候这个香港的法庭就判定他 经过两审之后啊判定他犯有公务员行为失当罪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廉政公署一共查出来他巴装罪行啊 其中呢有一些啊我们啊中国人看起来都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非常可笑的一些指控 比如说啊他这个在出访国外期间呢住了这个总统套奸 这是他有权利住的 但是呢他没有用啊政府的这个信用卡去付这个账 而是用他自己的信用卡付了账之后啊 然后再去啊到政府报销为什么他这么干呢 因为他要积累这个信用卡的积分啊非常可笑 一个政府的这个最高级的官员居然呢为了啊居然是要去啊挣这么一点信用卡的积分 哪怕是你那个这个套奸呢总统套奸啊 一千块钱两千块钱的你信用卡积分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而已了 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嘛 那后来廉政公署呢就发现这个曾英权的最大的一单罪行就是他和一个叫做黄楚标的香港商人之间呢 有一个合同这个黄楚标呢被人称之为啊深圳的李嘉诚他是个香港商人但是在深圳有大量的物业 而且呢他也是全国政协的这个港区代表所以这个是政商两届啊都通吃的这么一个人物他跟曾英权的关系也挺好 曾英权就想呢2012年从这个特首任上啊退休之后准备到香港去啊到深圳去养老到深圳呢 去租黄楚标名下的一处物业这处物业呢有500平方米啊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 那后来廉政公署就认定说你这个住宅的他的这个价值和这个租金呢是不相符的那里面呢就有可能有 利益上的这个啊关联后来呢就查到黄楚标当时在跟曾英权签这个合同的当时啊 他正在申请啊一个啊叫做数码广播公司的这么一个执照 而曾英权呢对这个执照的批准是有决定权的 对就此就认定了他是犯有行为失当罪 那么凭良心说他这个曾英权呢是不是行为失当呢 我觉得是行为失当的你作为一个特首嘛 作为一个在公务员队伍里面混了40年的啊 这样的一个高级公务员你应当避嫌 刮钱你下的事情呢就不要做了 但是呢到底算不算犯罪 这个就公说公有你婆说婆有你了 因为这个犯罪他一定要涉及到当事人啊 这个嫌疑人有一个主观的故意 也就是说曾英权呢你是不是明知故犯 就是为了自己拿到利益 把这个公司的这个执照的这个批准权呢 用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这要靠法官和这个陪审团 他们自由心正 那么即使是判定他有罪 最后啊也不应当判定他去真正的去坐牢 就给他一个缓刑 让他不用去服刑就好了 而且曾英权呢他本人呢 那个时候年纪也大了快七十岁了 那么他呢过去在香港 这个公务员体系里面服务四十多年 也有功劳也有苦劳 尤其是在当年呢 这个香港金融危机期间 他这个使尽全力反击这个国际金融大鳄 对香港的金融秩序的稳定 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这个人呢说实在是对香港有贡献的人物 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么一小单的罪行 最后判定他去入狱去坐牢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过分了一点 判个缓刑 绝对啊是可以的 绝对也是符合法律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香港特区新的这个特首 梁振英以及他背后的中共 为什么会对这一个卸任的特首下这样的毒手 去这么羞辱他啊 去这么整他 为什么呢 中国的贪官污吏还少吗 中国任何一个人 你从乡长一直到最上面的习近平 任何一个人你把他们的行为拿出来 他们的罪状比这个真英权 不知道大了多少万倍百万倍 都没有处罚你真英权呢 因为一个小小的行为失当 最后就要去真正的自己去坐牢 这里面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有些人说啊 就是因为真英权 在他担任特首期间呢 不执行中共的命令 坚持要搞这个港人治港 要坚持一国两制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把真英权过分的抬高了 他呢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公务员出身的 一个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人 虽然是很有才干 但是你从他这些做派看起来 也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 你像啊去到外国的时候 这个去驻总统套奸 他硬要用自己的信用卡 来积攒那么一点信用卡积分 你就说明他这个人呢 并不是胸怀大志的人 他不会说为了真正的保卫香港人的这个利益啊 来跟中央对抗 不可能的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他这个两面讨好啊 既想这个讨好香港的民主派 又想讨好中共啊 什么事情呢 就是霍西黎啊 这个稀释宁人 这种说法我也觉得 不能够言之成语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如果是他真正的是做到了稀释宁人啊 在这个中央政府和香港的本地的这个民主派之间呢 那当中间人啊 调和顶赖 民主派和中央都会感激他们 所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呢 来对他打这样的毒手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在中共权力体系内部当中啊 他站错了队 他站到了习近平相反的一面 那曾英权呢 那他是2015年正式担任特首的 2005年正式担任特首的 那个时候啊 掌控中国的人是谁呢 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不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啊 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而这个曾庆红啊 和曾英权呢 他们是本家 而且他们在见面的时候相互之间呢 对对方都非常的欣赏 那么这样就结成了一个同盟 或者说曾英权投靠到江泽民和曾庆红 这个派系当中 而从2005年到2012年 这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他们执掌政权的啊 操控政权的这个年代 曾庆红 曾英权呢 就一路顺风 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香港呢 对中共的这个内斗的这些政治派系来讲啊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是所有派系的 所有家族的 他们的钱脉所在 大家都把钱放在那里 都从那个地方去洗钱 然后把钱又转移到世界各地 那香港是他们的一个老巢 是一个大本营 这个香港这个位置是特别重要 而且曾英权呢 他因为在香港的这个公务员体系的服务的40多年 那部下门生众多 同时呢 他这个人又非常有才干 对香港的这个民主派 香港的这个普通老百姓 对他的这个评价都不错 所以声望非常高 这个时候习近平要想拿下香港 他先必须得拿下曾英权 拿下了曾英权 他才能把自己的人推上去 把曾英权搞臭了 那整个香港公务员体系才能够服他 所以这个时候曾英权他倒霉 那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香港的新的特首 香港的廉政公署在得到这种受益之后 就在开始调查他 最后对他下手 经过五年的这个攻防 最后终于把他拿下了 但是呢 现在事情又发生了逆转 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个终审法庭呢 最后就判决他无罪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难道是因为香港的这个终审法庭 他们得到了新的证据吗 没有 证据还是以前的那些 这就是因为啊 这一次反送中运动当中啊 习近平在香港的政治势力 遭到了重挫 以林郑月娥为代表 遭到了重挫 因为他们的对香港的这个判断的失误 因为他们香港的这些政策举措失当 香港两百万人一起上街来抗击他们 现在还有几千上万的学生呢 年轻人在包围着立法会 包围着这个警察的这个总部 包围着这个政府的总部 香港实际上现在他们的管制啊 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 他们的威望 在管管理香港的这个威望 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曾庆红和这个江泽民的派系 以及中共其他的派系 最后在香港呢 就全面的卷土重来 习近平的声望已经受到了重挫 这个时候的廉政公署啊 那些公务员啊 这个这个时候的这个港英政府 这个香港政府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人 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新站队的问题 这个时候啊 即使是香港的这个政府的啊 律政师的这些检控的这一方 他们呢 现在也必须得做出一个新的调整 那么当这个检控这一方啊 他们的检控的力度那减小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上诉法庭啊 这个终审法庭呢 他们就会啊 这最后的判决那就一定会是有利于被告的这一方的 那在英美法系的这个里面呢 最后判决的结果是靠控辩啊 控诉人和辩护人双方的 他们相互的这个攻防 那么如果是这个控方啊 他们的这个攻势减弱一点 那么这个辩护这一方防守啊 他就会非常强 那么他就会成功 所以说现在实际上是这个控诉这一方 也就是香港政府的这一方 特区政府的这一方 他们的攻势减弱了 最后曾英权呢 就能够脱罪 他就能够啊 恢复他的这个名誉 得到无罪的判决 这就是说明 这件事情就是说明 习近平在香港 他的势力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岂止是在香港的势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这就说明他在全国的这个势力啊 在中共体系内部 现在也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就是因为反送中这一个事件呢 让他这个受了重伤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犯的错误实在是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他这个本来过去啊 他都是为所欲为的 在党内啊 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 但是这一次在香港啊 遭到了这个重大的阻力 让他的这个意志没有办法贯彻下去 这个时候啊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呢 他们过去所做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错误 犯下的种种错误 让他在党内啊 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无能的代表 这个时候啊 90%的中共的党员啊 90%的中共的高层都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已经不再尊重他了 这个时候啊 已经所有的这些各个派系的人都已经认定他 是根本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管制香港也没有能力啊 来管理中国的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在找到一个机会 要想把他拉下马 那现在他这个正在准备去参加G20峰会啊 那G20峰会呢 中共各个派系对他这个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已经给他设定好了 这个设好了套子给他挖好了坑 现在习近平是进退两难 那进来就是说跟美国贸易战 大家打到底 打到底那肯中国的经济肯定是要彻底的完蛋了 而且完蛋的非常的快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的这个责任 那就得由习近平来承担 所以说他进是很难进的 那么退呢 中共那些派系也跟他挖了坑 不让他退 那现在的这个人民日报这个体系啊 现在连篇累赌的在批判卖国贼 批判汉奸 批判投降派 这就是说你不能退 你如果跟美国签订了那个川普想要的那个协议 那么你就是卖国贼 你就是新时代的李鸿章 所以说他也不能够退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这一次去 第二次峰会是进退两难 他必须要取得川普的谅解 说我们呢 暂时不打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够全身而退 如果川普说我们继续打 那么习近平就是死路一条 回来之后马上就会面临着中共党内各个派系的反攻倒算 如果习近平说我们投降 那么他回来 不倒下飞机 可能政变了就要发生 就要把他拿下 当年苏联共产党的头目赫鲁晓夫 他的这个面临的局面跟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处境呢 非常的相似 赫鲁晓夫呢 当年也是及党政军大权于一生的这种一言九鼎的人物 但是在他统治一段时间之后呢 苏联共产党里面的那些派系呀 那些大佬啊 就认为这个人啊 他没有能力领导苏联 他搞砸了好几件事情 就包括和中共啊 交恶 失去了中共啊 这一个大后方 那么他们就联合起来 通过一次会议 把这个赫鲁晓夫啊 给拉下马了 那么习近平呢 现在跟赫鲁晓夫的这个处境非常的相似 只不过是习近平现在 他手里面还控制着一张牌 这张牌啊 就是北京卫戍区的这几万人的部队 但是保护准哪一天呢 这个卫戍部队里面呢 就有人倒戈 就投向了其他的派系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习近平有可能布赫鲁晓夫的后城 但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中国人可不能布苏联人的后城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 那苏联共产党还统治了这个国家几十年 给这个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也给世界造成了这个 这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绝对不能再走这条路 中共里面的派系斗争 我们不能够听之认之 当他们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化 公开化的时候 中国人民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 一定要站出来走上街头一起来进行抗争 我们这么多的社会 各个阶层各个地区的人 怎么都有自己的诉求 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中共这个体制的 这个统治阶层的集体的这种损害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必须要要求改变这个体制 必须要还权于民 必须要真正的实现民主 保障我们人民的利益 这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趁着中共的体系内斗的这个机会 大家要一起上街全民共振 所以今后这段时间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 尤其是在G20峰会之后 大家一定要关注中共 这个他们之间内斗的这个形势的发展 中共的内斗极有可能公开化白热化 最后就引发民间的这些抗争力量的集体的爆发 我们所有的这些各地区各个阶层的这些有志之士 大家一定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为全民上街这一天到来要做好准备 怎么样准备呢 准备自己的团队 准备自己的策略 准备自己动员和组织的能力 当全国人民一起涌上街头的时候 那就是新的政治势力新的政党 甚至新的政府出现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们哪里有这种号召力影响力 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我告诉大家 可能要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政府 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有这样的能力 哪怕是现在体制内的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当形势聚变来到的时候 大家都有这个能力 能够建立地方政权 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县的政权 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市的政权 大家甚至可以建立一个省的政权 当亿万的民众走上了街头 冲垮了现有的秩序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反对派 就是民主派 重新把民众组织起来 形成政党 形成政权的时候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为那天做好准备 当民主派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无数的 现政权市政权省政权的时候 这些政权在通过协商通过横向的联合 大家联合起来 最后一个新的中华联邦就形成了 新的联邦政权 那就是未来一千年两千年 这个中国长治久安的一个权力架构 中共啊 它是一个专制王朝 它和过去两千年历代的专制王朝都是一样的 它逃不脱这个啊 这个兴衰灭亡的这个规律 那么现在中共已经进入到了王朝的最末期 崩溃肯定会发生 一旦崩溃发生 王朝和过去的王朝末期一样 就会形成一个群雄并起的这种局面 那现在中共的王朝崩溃之后 也是各个地区的各种派系的这个政治势力啊 都会一起成长起来 但是跟历代封建王朝灭亡之后 情形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中共灭亡之后 各地成长起来的这些新的政权 这些地方政权 他们不会啊 再追求那封建时代啊 这个过去专制时代的那些豪杰 那些政治势力 他们所追求的定于一尊的那个目标 未来的中国不需要定于一尊 未来的中国群雄并起之后 大家不会互相攻发 大家只是要坐下来 就像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的这个代表一样 大家坐下来来弹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 弹出一个宪法 这个过程可能就很快 可能就在今年今后的半年一年两年之内 那今后一定会发生 大家现在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要做样做这样的组织准备 做这些策略上的准备 最后我们就一定会成功 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订阅 同时呢也更希望 这些朋友们呢 大家都来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呢 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大家一起来探讨 一起来探讨 未来中国 民主运动发展之道 谢谢大家 再见